欢迎大家收看《性情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乔纳森 博德对严重伤害罪表示有罪 并同意接受性侵犯罪嫌疑人辅导 我们告诉孩子们我们要离婚的那一天 地狱使者肖恩 麦高恩 Shane McGowan的最后一个秘密被揭露 他喜欢做电讯报填字游戏 艾莉 特舍尔 我和前男友聊得很多 现在我对他有强烈的感觉 我需要告诉我丈夫吗 请问艾莉 登上子弹列车 进入一个美丽而奇特的日本故事 请大家收看 乔纳森 博德对严重伤害罪表示有罪 并同意接受性侵犯罪嫌疑人辅导 雅虎 一些根州前劳工领导人乔纳森 博德 Jonathan Bird 已经承认一项严重侵犯罪的罪名 根据判决协议 建议他入狱90天 并接受其他规定 包括性侵犯罪咨询 博德曾在密歇根州劳工区委员会工作 被指控在公共活动中 抚摸一名女性的裸腿 并不当地触摸自己 这不是博德第一次面临性侵指控 2017年 他被指控性侵 但未被起诉 博德的判决定于2024年1月8日进行 我们告诉孩子们 我们要离婚的那一天 英国每日电讯 本文的作者分享了他在17年婚姻后结束婚姻的经历 他和丈夫经历了情感咨询 并试图让事情变得更好 但由于他们的孩子分别为5岁和9岁 他们决定为了家庭的利益而分开 这个决定并不轻易 而是逐渐意识到他们的关系已经不健康了 作者回顾了他们所面临的挑战 包括产后抑郁症 长时间工作 以及公开他们的生活所带来的压力 他记得他的职业与照顾新生儿的愿望之间的持续冲突 随着他们关系的紧张加剧 他们尝试了婚姻咨询和各种改善沟通的技巧 但最终他们意识到 继续在一起只会造成更多伤害 作者描述了做出分开决定的困难 但强调这是为了为他们的孩子 创造一个更健康的环境而必要的 他们以积极的态度与女儿们进行了交谈 解释他们仍然会有一个家 他们的父母仍然会是最好的朋友 地狱使者肖恩 奈高恩 Shane McGowan的最后一个秘密被揭露 他喜欢做电讯报填字游戏 英国每日电讯 肖恩 奈高恩 Shane McGowan 是The Podcast的已故歌手 据他的遗孀 维多利亚 玛丽 克拉克 Victoria Mary Clark 说他是电讯报填字游戏的狂热粉丝 他还透露 麦高恩于周四去世 享年65岁 他为菲利普亲王 女王和威尔士王妃戴安娜的去世而哭泣 克拉克告诉BBC Radio 4的今日节目 这位歌手是一位热心的共和党人 对英格兰和爱尔兰都非常热爱 他补充说 麦高恩有一个巨大而奇怪的矛盾 克拉克说 尽管他们的关系动荡不安 但他和麦高恩仍然彼此相爱 艾莉 特舍尔 我和前男友聊得很多 现在 我对他有强烈的感觉 我需要告诉我丈夫吗 请问艾莉 多伦多星报 星报的一位建议专栏作家 敦促一位女性结束与一位旧情人的婚爱情 并表示尽管他可能认为自己能保守秘密 但最终这种行为将会给他带来麻烦 专栏作家认为 这位女性享受与另一位男子的一点风险的想法 但他最终是在玩火 可能会失去最多 登上子弹列车 进入一个美丽而奇特的日本故事 英国每日电讯 预感是日本作家几本最新一部 被翻译成英文的小说 故事讲述了19岁的弥生 他对自己的童年没有任何记忆 并被一种重要的遗忘感所困扰 弥生却和他古怪的姑姑学奶一起生活 试图揭开这个谜团 这部小说探讨了记忆 自我发现和人际关系的主题 被描述为一本节奏缓慢 轻松的读物 能够让读者深入了解 几本独特而迷人的世界 Netflix将在2024年之前 移除所有这些电影 英国独立报 Netflix将在12月份 从其在美国和英国的库中 删除大量电影和电视剧 这家流媒体剧头没有提供要删除的标题的官方清单 但独立报和Netflix有什么已经整理了相关信息 这份清单包括电影《降临》 《蜘蛛侠》 《马达加斯加三》 《欧洲大逃亡》和《聚焦》 以及电视节目《篮球妻子》和《山丘》等 进入多伦多阿加汉博物馆的爱之花园之夜 多伦多新报 多伦多的阿加汉博物馆 正在举办一场名为爱之花园的夜晚的多媒体展览 由英国艺术家谢扎德·达伍德创作 该展览展示了一系列作品 领感来自已故的非裔美国音乐家尤塞夫·拉蒂夫 于1988年创作的同名小说 展览包括绘画、纺织艺术、人工智能驱动的花香 和虚拟现实体验 拉蒂夫的音乐哲学是该展览的主要灵感来源 展览以各种方式融入了人工智能技术 其中最不寻常的特点之一 是一个巨大的陶瓷扩香气 释放出一种名为塞洛夫尔的香气 该香气是艺术家与香水专家合作创作的 这种香气中包含了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创造的音符 旨在唤起乐观情绪并鼓励参观者停下来反思 展览还包括一组由算法生成的植物 在七个屏幕上展示 伴随着拉蒂夫的前学生和合作者 创作和演奏的原创音乐 持续12分钟的虚拟现实体验 包括一位舞蹈编导 穿着达伍德设计的纺织品 制成的服装表演 日本的非处方紧急避孕试验 了解的五件事情 日经亚洲 日本的药店已经开始无需处方销售紧急避孕药片 这是政府主导的试点项目的一部分 该项目可能会导致该药物可以在柜台上销售 目前 日本只能通过妇科诊所和医生办公室 获得事后避孕药 这使得许多妇女难以负担和获得 这项试点项目将持续到2023年3月 将评估药店提供紧急避孕药的适当方式 以便为有关永久无需处方销售的讨论提供信息 这些药片可以由16岁及以上的女孩和妇女 以47至61美人的价格购买 18岁以下的人需要父母同意 这项试点项目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 一些活动人士认为只有少数药店参与其中 日本一直面临改善性与生殖健康和权力的压力 人权理事会建议该国提供柜台式紧急避药 排名最受厌恶的19个电影和电视角色 英国独立报 电影和电视剧中的角色 有时会被观众讨厌甚至憎恶 这些角色可能是故意设计成讨人厌的 比如《权力的游戏》中的乔佛里 拜拉贤 或者是因为剧本写得不好而被讨厌 比如《星球大战》中的贾贾 宾克斯 有时公众可能会不公平地对待一个角色 比如《绝命毒师》中的斯凯勒 怀特 本文列出了电影和电视剧中最讨厌的19个角色 包括《老友记》中的罗斯 戴勒 《欲望都市》中的大人物 和《吸血鬼猎人巴菲》中的唐萨莫斯 由大卫 施威莫饰演的罗斯 戴勒被一些人认为是最糟糕的朋友 和一个难以忍受的角色 《欲望都市》中的大人物 被视为有毒且情感虐待 《吸血鬼猎人巴菲》中的唐萨莫斯 因为是一个讨厌的青少年和给主角巴菲带来麻烦而不受喜欢 《绝命毒师》中的斯凯勒 怀特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角色 尽管她的丈夫是该剧的主要反派 但她却遭到了一些观众的不公平仇恨 《猎表》中的其他角色 包括《歌舞青春》中的夏派 埃文斯 《女子监狱》中的派魄 查普曼和《自杀小队》中的小丑 这些角色之所以不受喜欢 原因各不相同 可能是因为讨厌 乏味或剧本写得不好 最终 一个角色的成功与否 取决于观众的反应和解读 英国最美的冬季步行路线 最后有一个舒适的酒吧 英国每日电讯 冬天是英国山地徒步旅行的绝佳时机 人少 风景独特美丽 《卫报》推荐了全国十条冬季徒步路线 每条路线都有一个舒适的酒吧或客栈 供人们在结束时取暖 其中一些亮点 包括从格洛斯特郡的温奇科姆出发的环线 经过苏德利城堡和圣肯尼尔姆的井 阿伯丁郡阿伯恩和巴拉特之间的迪赛德之路的一段 是一条平坦铺设良好的路线 以及从格拉摩根谷的蒙克纳市出发的环线 途径1383年的离和铁锤酒吧 以及科姆纳市海滩上的闹鬼灯塔 其他路线包括从石罗普郡的克伦出发的环线 从哈伯特尔进入北伯兰国家公园的徒步旅行 从维尔霍恩沿着肯特郡皇家军诗运河行走 从凯尔斯库沿着苏格兰高地的格伦度湖行走 从温特顿沿着诺福克海岸行走 以及从坎布里亚郡塞德伯赫出发的西部山谷徒步旅行 兰开斯特男子因性犯罪被判16年监禁 雅虎 一个兰开斯特男子因猥亵罪被判处16年监禁 道格拉斯 A.麦克恩承认了4项犯罪指控 并分别被判处48个月的监禁 连续执行 他最初被控有10项重罪 但进一步调查导致增加了7项指控 这些指控包括强奸 猥亵罪 引诱 传播对未成年人有害的物品 非法使用未成年人参与裸体材料 以及传播涉及未成年人的性相关物品 除了4项猥亵罪指控外 其他指控都被撤销了 麦克恩于2022年7月被逮捕 因被发现对一个10岁女孩进行不当触摸 沙利 巴拉斯 在参加五动奇迹之前 我会喝一杯 加了两勺糖和一小杯白兰蒂的咖啡 英国每日电讯 五动奇迹的首席评委雪莉 巴拉斯 在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 透露了她的日常生活 巴拉斯每天早上6点30分醒来 并立即整理床铺 然后 她遵循严格的健康和健身计划 包括间隙性进食和锻炼 巴拉斯在早上准备工作 并吃午餐后前往 BBC爱尔斯特里工作室 参加现场节目 节目结束后 她回家陪伴狗狗 并与母亲一起在回放中观看节目 最后 她在凌晨3点入睡 西蒙 佩格 人们总是问我 什么时候参加武动奇迹 永远不会 英国独立报 西蒙 佩格 Simon Page 是一位演员和作家 最近在接受 Esquire杂志的采访中 谈到了她的家庭生活 和职业生涯 她谈到了她的新项目 昆廷 布莱特的宝藏盒 在这个项目中 她为其中一个角色配音 佩格还谈到了 她与妻子的长期关系 以及与女儿的亲密关系 她对女儿的赞赏和支持她 追求自己的道路 可能是在家族企业中 成为一名演员 她还谈到了 维持成功婚姻的挑战 以及努力工作的重要性 佩格还谈到了 她对现代文化的看法 对社会幼稚化的性质 和人们倾向于关注琐事 而非重要问题 表示担忧 她批评了围绕流行文化 展开的辩论水平 并建议人们应该更加关注严肃的话题 佩格还谈到了 她对酒精成瘾的经历 以及决定公开这一事实的决定 她说她发现很难看她 那个时期的电影 因为她可以看到 酒精成瘾对她身体造成了伤害 总的来说 佩格的采访 提供了一个坦诚而深入地 了解她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 她谈到了她的家庭 对文化的看法 以及个人的挣扎 为民生和成功 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名人整容正在毁掉好莱坞 英国独立报 作者认为 好莱坞中整容手术的问题 没有被公开讨论 导致演员在荧幕上 出现令人分信和不协调的外貌 作者认为 外貌和体重不是有效的批评话题 但整容手术对演员表演的影响 应该公开讨论 作者引用了2007年的一篇评论 评论家质疑妮可 基德曼的面部外貌 认为有必要指出 整容手术对演员情感表达能力的负面影响 作者还强调了 演员因好莱坞的年龄歧视和性别歧视 而面临的整容压力 但主张应该有一个平衡 演员可以在红毯和照片拍摄时 使用临时治疗 而在上镜时让效果稳定或消失 作者赞扬欲望都市明星克里斯汀 戴维斯公开讨论他的整容手术 并建议在好莱坞更加透明地讨论整容手术将帮助观众理解和欣赏演员的外貌 拉格兰奇县监狱官员被捕 雅虎 一名21岁的拉格兰奇县监狱官员因被指控 与一名囚犯发生不当性行为而被捕 贾登·博伊德·Jaden Boyd在家中被捕 目前被关押在斯托本县监狱 在逮捕之前 印第安纳州警方对拉格兰奇县监狱发生的涉嫌性殴打事件进行了调查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系列新闻内容 涵盖了各个领域的话题 首先我们了解到了乔纳森 博德对严重伤害罪的认罪 并将接受性侵犯罪嫌疑人辅导 接着我们分享了一位作者结束婚姻的经历 他回顾了婚姻中所面临的挑战和决定离婚的过程 我们还透露了已故歌手肖恩 麦高恩的一个秘密 他竟然是电讯报填字游戏的狂热爱好者 同时我们还讨论了一位女性的婚外情问题 专栏作家敦促他结束这段关系 此外我们推荐了一本新小说预感 以及Netflix将在12月份移除的电影和电视剧 我们还探索了阿加汉博物馆的爱之花园之夜展览 以及日本试点项目允许药店销售紧急必要 最后我们还回顾了一些最讨厌的电影和电视角色 以及英国最美的冬季步行路线 对于乔纳森博德的案件 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并同意接受辅导 这一案件再次提醒我们 性侵犯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们应该鼓励受害者勇敢站出来 并且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关于离婚的话题 我们可以理解作者的决定 他意识到自己与丈夫的关系已经不健康 为了孩子和家庭的利益 他做出了这个艰难的决定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 婚姻需要双方的努力和沟通 但有时分开也是为了创造更健康的环境 关于肖恩 麦高恩的秘密 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 不仅是音乐家 还是电讯报填字游戏的狂热爱好者 这个故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有趣的侧面 让我们对他有了更多了解 对于那位女性的婚外情问题 专栏作家敦促他结束这段关系 我们可以理解专栏作家的观点 保守秘密可能会给他带来更多麻烦 而且他最终可能会失去更多 关于预感这本小说 他探讨了记忆 自我发现和人际关系的主题 被描述为一本节奏缓慢 轻松的读物 能够让读者深入了解 作者独特而迷人的世界 关于Netflix移除电影和电视剧的消息 尽管我们不知道具体要删除的标题 但我们可以期待新的内容的加入 同时也可以回顾一些我们喜爱的作品 关于阿家汉博物馆的爱之花园之夜展览 这是一个多媒体展览 通过绘画 纺织艺术 人工智能驱动的花香和虚拟现实体验 展示了艺术家的创作和音乐哲学 关于日本试点项目允许药店销售紧急避孕药 这是一个重要的举措 使妇女更容易获得这种紧急避孕药 同时也为永久无需处方销售提供了重要的讨论信息 关于最讨厌的电影和电视角色 这个列表展示了观众对一些角色的不满和厌恶 这再次提醒我们 角色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观众的反应和解读 关于英国最美的冬季步行路线 这些路线为喜欢户外活动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选择 让我们在大自然中欣赏美丽的风景 同时也可以享受舒适的酒吧 最后 我想邀请大家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你对乔纳森 博德的案件有什么看法 你是否认为离婚是一个艰难但必要的决定 你有没有看过《预感》这本小说 你对Netflix移除电影和电视剧有什么看法 你是否认为药店销售紧急必要是一个重要的举措 你对最讨厌的电影和电视角色有什么看法 你是否喜欢户外活动 你对整容手术在好莱坞的影响有什么看法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